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堂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要来完成第27单元最后一篇课文 请大家翻到书本第271页 Text the schnapps ed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 这又是一个复合词 是由schnapps与ed构成的 the schnapps是指酒精度很高的白酒 烈酒 the ed 是指想法 主意 那么合在一起 the schnapps ed 顾名思义呢 就是指喝多了之后冒出来的想法 主意 也就是说是不靠谱的 不切实际的想法 疯狂的想法 光唐的想法 就如同我们听到有人年薪百万 却辞掉工作 想要摆地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说 Das ist wirklich eine schnapps ed 那么我们即将要学习的这篇课文中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schnapps ed呢 我们看到标题下面有一幅插图 画面上呢 是一个有山有水绿树环抱的一个地方 以这个为背景 在一个高台上 有人呢 拿着广播 在向底下的人们说着什么 对应这篇课文的内容呢 实际上呢 是指这个城市的市长 就城市的发展提出了他的规划 但是他的想法和计划 遭到了部分市民的反对 被称为 schnapps ed 这是一篇听力课文 在我们听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后给出的问题 第一题 hören Sie den text einmal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A. Welchen plan hat der Bürgermeister? 这位市长有什么样的计划? B. Warum hat er diesen plan?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计划? 第二题 hören Sie den text noch einmal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A. Was will der Bürgermeister machen, damit dieser plan in Erfüllung geht? 这位市长想要做什么来实现这个计划? 也就是说 实现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是什么? B. Eine Frau ist gegen diesen plan. Warum? 有一位女士呢 反对这个计划 为什么? C. Welchen Edie hat dieser Frau? 这位女士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么这几个问题 简单的来说就是 市长的计划是什么? 为什么?怎么样实现这个计划? 以及这位女士为什么反对市长的计划? 她的想法是什么? 下面呢 我们带着这几个问题 先来完整地听两遍 请大家呢 找出问题的答案 好 我们先听到这里 这篇听力课文 在内容上呢 只要分为两部分 首先呢 是市长 针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问题 向市民们宣讲她的计划 理由 以及呢 具体的实施办法 第二部分呢 是一位女士与市长之间的对话 她呢 反对市长的这个计划 并提出了她自己的想法 那么具体是怎么说的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听力的原文 首先呢 是市长讲到 作为我是的市长 这个成分呢 是作为 ich的同位语 verantwortlich 是形容词 有责任的 负责任的 表示 对某人或某事负有责任 承担责任 可以说 für jemanden oder etwas verantwortlich sein 例如 die Eltern sind für ihre Kinder verantwortlich 父母要对孩子负责 那么市长的这句话呢 是说 亲爱的市民们 作为我是的市长 我对这个城市负有责任 这个长句子呢 是由一个主句 和 das引导的 编语松句 以及 weil引导的 原因 状语松句来构成的 the Arbeitslosigkeit 是失业 失业现象 是由形容词 Arbeitslos 失业的 没有工作的 转化而来的名词 überhaupt 在这里呢 是表示 总的来说 一般来说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城市没有什么钱 失业率很高 总的来说呢 我们的城市面临一些经济问题 那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城市中的工业太少 deshalb habe ich mir überlegt was wir dagegen machen können deshalb可以作为连词或者副词 是因此所以的意思 放在句首呢 需要站位 sich etwas überlegen sich为第三格 是思考考虑的意思 那么考虑什么呢 后面由 was 引导一个兵语松句 Dagegen 是指在上一句中所讲到的 这个城市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也就是说 对此 或者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整个这个句子呢 是说 因此呢 我考虑了 对此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each have a folgent plan folgent 是作为一个形容词 表示如下的 下列的 于是呢 我有了下面的这个计划 好 这一部分呢 市长主要讲到了 他为什么会有下面的这个计划 这也就回答了我们课后的第一题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产生这样一个计划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城市在经济方面呢 存在一些问题 对此呢 市长想采取措施 改善这个城市的经济状况 所以对于课后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回答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位市长的计划具体是什么 我们的城市呢 很漂亮 我们这里有山 有很多小的森林湖 有洁净的空气 在这里呢 是表示建筑物 城市等等 位于哪里 处在哪里 也就是说 我们的城市呢 地理位置非常的僻静 Also unsere Stadt ist ein idealer Urlaubsort Also 是表示结论 用来总结前面所说的话 意思是 因此 所以 也就是说 ideal 是一个写容词 理想的 完美的 这个词把首字母大写 Das ideal der idealer 是个名词 表示崇高的目标 理想 或者典范 典型 Der Urlaubsort 是指度假圣地 所以说 我们的城市呢 是一个理想的度假圣地 也就是说 这位市长呢 想要发展这个城市的旅游业 旅游业是 Der Tourismus 发展这个城市的旅游业 den Tourismus dieser Stadt entwickel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 Zuerst werden wir bei einer Bank einen Kredit aufnehmen Der Kredit 是信贷 借贷 表示借一笔贷款 那么 Kredit呢 经常与 Aufnehmen 这个可分动词连用 也就是 Einen Kredit Aufnehmen 这里动词呢 用的是 werden 加上动词原型 Aufnehmen 也就是说 这里用的是第一将来时 市长呢 在讲述他的整个规划的时候呢 都是用的第一将来时 那么这一句呢 是说 首先 我们向银行贷一笔款 Dann werden wir kleine Ferienhäuser und Hotels an die Walsen bauen Das Ferienhaus die Ferienhäuser 是指呢 度假屋 度假村 这次 an 是表示 在什么旁边 到什么旁边去 可以支配第三格或者第四格 遵循呢 近三 动四的原则 表示河边 湖边 海边等等 这次呢 都是用 an 在这个句子中 an die Walsen an呢 支配的是第四格 表达的是动态的含义 也就是说 要把度假村 宾馆 建到森林湖泊旁边去 那么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然后我们将要把小的度假村和宾馆 建到森林湖泊旁边去 auzadem werden wir eine Autobahn die an unserer Stadt führt bauen so dass die Urlauber schnell und bequem mit dem Auto unserer Stadt erreichen können 之外呢 我们要建一条高速公路 什么样的高速公路呢 后面呢 仅跟一个关系从具 用来修饰 eine Autobahn die an unserer Stadt führt 通向我们城市的 高速公路 后面再跟一个 so dass 引导的结果从具 der Urlauber 单附属同行 表示度假的人 休假的人 相当于 der Tourist de Touristen bequem 是舒适的 便捷的 Wenzelherrstaat Ehrheischen 是到达我们的城市 Ehrheischen呢 是一个集物动词 在这里呢 是表示 到达 抵达 也就是说 我们要修一条 通道我们城市的 高速公路 这样呢 这些度假的人 就能快速而便捷地 坐车或者开车 到达我们的城市 Dann werden wir kleinleiden mit Urlaubsartikel eröffnen Dier Urlaubsartikel 是指度假时 用的商品 也就是 我们在景区 常见的一些小商品 例如电池 充电器 帽子 旅游纪念品 等等 Dierladen Dierladen 是指商店 店铺 也就是说 然后呢 我们要看一些 卖度假商品的店铺 Dierze Urlaubsartikel Wetten wir selbst Portoutieren 而且这些度假商品呢 我们将自己来生产 那么这样做 会对城市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市长呢 接着说到 Wenn unserer Stadt Ein Urlaubsort ist Wenn wir mehr Arbeitsplätze haben Und di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unserer Stadt Wert sich verbessern 这里Wenn引导的 这个从具呢 可以理解为 条件从具 如果我们的城市 成为一个旅游度假地 或者呢 理解为一个时间 状于从具 当我们的城市 成为一个旅游度假圣地 那么 我们将会有 更多的工作岗位 sich verbessern 表示改善 改进 那么后半句呢 是说 而且我们城市的 经济状况 将会得到改善 Ich denke 去Ein Urlaubsort machen Ein Urlaubsartikel eröffnen 这位市长的想法 和计划 大家是不是听着 特别熟悉 可以说 这是我们现在 很多城市的做法 市长话音高落 就有一位女士呢 站出来反对 市长的计划 下面我们就来 听听她的想法 不 Nein Wir werden keine Hotels und keine Autobahn bauen Wir werden auch keine Urlaubsartikel produzieren 不 是表示 不满的时候 发出的虚声 我们不要建宾馆 不要修高速公路 我们也不要生产 度假商品 那么 她反对的理由 是什么呢 Es stimmt Unsere Stadt ist schön Stimmen 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表示 对 正确 也就是说 没错 我们的城市呢 是很漂亮 Aber Win wir unsere Stadt zum Urlaubsort machen Wet sie bald Laut Schmutzig Und nicht mehr schön sein Etwas zu etwas machen 是指呢 把什么 变成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把我们的城市 变成一个度假圣地 那么它很快呢 就会变得 又吵又脏 而不再漂亮 Diese plan von Ihnen Bürgermeister Ist eine Schnapps Idee 市长 您的计划呢 是一个荒唐的想法 那么 它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Warum machen wir nicht mehr das Was früher in unserer Stadt gemacht wurde 为什么 我们不再做 这件事情呢 什么样的事情呢 后面 由Was 引导一个关系从具 用来修饰 Das 在这个关系从具中 Was 是作为主语 那么 位语动词呢 是 Gemacht wurde 是 被动态 过去时 那么这个从具呢 是说 我们这个城市 以前 所做的事情 那么 整个这个句子呢 是说 为什么 我们不再做 我们这个城市 以前 所做的事情呢 Unser Spielzeug 后面的这个连字符呢 表示 省去了 与后面这个词 相同的成分 也就是 省去了 Produktion 也就是说 当两个合成词的词根部分 相同 也就是说 最后一部分 相同的时候呢 那么 前面这个词呢 可以省去 相同的部分 用连字符来表示 Die Produktion 是生产的意思 是动词 Produktion的 名词形式 Das Spielzeug 是玩具 Das Musik Instrument 是乐器 也就是 玩具和乐器生产 那么 这一句呢 是说 我们的城市 以前呢 是以生产玩具 和乐器 而出名的 Wir haben vorher sehr gutes Spielzeug und sehr gute Musik Instrumente gebaut 我们以前 生产了 非常好的玩具 和非常好的乐器 也就是说 他认为呢 应该继续发挥 这个城市 以前的特色 和优势 继续生产 玩具和乐器 那么市长 会怎么样 看待这个想法呢 他说道 Ja Aber 这就意味着 他们虽然呢 质量很好 但是呢 太贵 太少 今天呢 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呢 是指上一句中讲到的 在大工厂 生产生产的玩具 这个句子呢 这个句子呢 从上下文来理解呢 实际上 是隐含了一个 非现实的条件句 也就是 在机械生产玩具 和乐器的今天 如果我们还是用 手工生产的话 那么我们的乐器呢 就会贵太多 对于市长的这个顾虑呢 这位女士回答道 Das macht nichts 这没有关系 Dan producieren wir weniger Aber teurer Aber bessere spielesachen und instrumente spielesachen 是一个附属名词 是玩具的意思 相当于 spielzeuge 这里 teuer 与besser 分别是 teu 与gute的比较集 用来做定语 修饰第四格的附属名词 spielesachen und instrumente 所以呢 后面呢 再加上 形容词词位 i 意思是 贵一点的 但是呢 也更好一点的 玩具和乐器 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就生产少一点 但是贵一点 也更好一点的 玩具和乐器 es gibt immer Leute die lieber gute Sachen kaufen und dafür mehr bezahlen 句子的后半部分呢 是一个关系从句 用来修饰 Leute 意思是 总有一些人 他们宁愿买好的东西 并为此呢 多花一些钱 或者说 总有一些人呢 宁愿买好一点的 但也贵一点的东西 这位女士的说法呢 在市长看来 完全是 quatch 胡扯 胡说八道 她认为 heute mus man schnell viel und billig produzieren 我们今天的生产 必须讲求 又快 又多 又便宜 市长的这个说法呢 这位女士 也不能认同 Das glaube ich nicht 我不这么认为 Wir werden sehen 我们将会看到 或者说 我们等着瞧吧 或者说 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看 到底谁说的对 好 这是课文的 最后一个部分 那么 我们来回答一下 课后 针对这部分内容的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位女士 为什么反对 市长的计划 原因呢 是她认为 如果按照市长的计划 把这个城市 变成一个旅游 度假身地 那么它会变得 又吵又脏 我们可以说 sie glaubt mit diesem Plan wird die Stadt schmutzig und laut sein 第二个问题是 这位女士 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么她的想法呢 是 重新开始生产 玩具和乐器 也就是 spielzeuge und Musikinstrumente wiederproduzieren 好 这是Text A的内容 那么这里呢 主要讲到了两种观点 市长认为呢 应该把这个城市 打造成一座旅游城市 走一种快餐式的经济模式 她认为 现在的生产呢 应该是 又快 又多 又便宜 而这位女士呢 认为 应该继续发挥这个城市 在玩具和乐器 制造方面的优势 注重质量和品质 那么大家 这是哪种观点呢 你们也可以来说说 你们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